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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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农业部针对食品安全研发出HACCP管理系统 从生产到出口进行监控 由养牛业者配合科学化管理 肉品在取得USDA认证后才算确保安全 台湾的进口商或是零售或餐饮业者 常常也会在肉类产品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美国肉类出口协会之所以是成为协会 就是要协助各位 不能只站在协会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 而是要反过来从很多不同的业者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 了解大部分的业者是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所以我们办了美国牛排乐这样的一个活动 精选全台39家人气牛排馆 闯关搜集四大不同油脂及口感的牛肉部位 民众点餐领拍照回船 取得抽奖资格 从整个体验活动中更加认识美国牛 这一次会被入选的几个餐厅 我们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是 他们最主打的都是冷藏熟成的牛肉 这些餐厅的经营者他们也愿意去尝试开发不同的部位肉 我觉得他们的研发能力也够强 烘烘技术上的改变 他们的感染力让消费者能够感受到了 那这就是他们能够缺评中选率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大概在活动开始前的两个月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这一次的美国牛排乐 Cassey Roadhouse主推的产品是热眼牛排 还有火烤的粥牛排 热眼它的油花本来就比较丰富 口感上面它是可以感受到更香滑的 火烤的粥牛排的话 油花叫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消费者感受到的是清爽的口感 只有美国USDA Choice等级的就是手盘牛排 低温冷藏空运 直接来台湾挺正好 我们很牛主打的商品是热眼新沙浪 还有热眼这两个部位 热眼新沙浪盎时数比较大 满足度非常高 热眼经过烧烤之后 它的油香气配合上盖肉 老韬肉整体合并起来 客人接受度也最高 这个活动办起来的主要目的是来推广 新的牛排料理方式 最终还是感谢消费者的支持 然后也谢谢美国LOS 我们需要更努力去做商品的监控 提供更安全的产品给台湾消费者 举办更多跟消费者有关的一些新加活动 让消费者能协助到更多不一样的产品 这么多年来 参赢业者、零售业者能够协助我们 跟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望 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满足各位业者的需求 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为台湾尽到的一些 社会者或者是义务